临日来北京多地发生的暴雨洪涝灿害 不少城镇村庄的交通道路被洪水冲击毁坏严重 大批的群众受困于村庄失联 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星夜兼程展开紧急救援 8月3号上午6点 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22名侦察兵分成两组 向北京防山区史嘉营乡 原阳水村 柳林水村 阳林水村三个村庄挺进 沿途道路受山洪影响严重 多处中断 车辆无法通行 侦察兵们携带卫星电话 绳索等器材 徒步前进 经过近三小时行军 上午9点 侦察一组成功到达原阳水村和柳林水村 摸清了村内滞留伤亡和失联人员 以及急需物资等实际情况 官兵们为村民留下药品 照明器材等应急物资后 及时将相关情况上报 协调人员前来救援 上午10点20分 侦察二组到达受灾更为严重的阳林水村 得知村内一名13岁重伤女孩急需转移救治 两天前 女孩家的房屋被山洪冲毁 女孩被村民从洪水中抢救上岸 双腿右臂受伤严重 均已失去知觉 躺卧两天病情逐渐恶化 家人在外工作无法取得联系 官兵们迅急赶到小女孩家中 一边利用救变器材制作简易单架 一边使用急救包对小女孩进行包扎固定 下午1点15分 他们顶着山谷中潮湿闷热的天气 抬起小女孩向山外开紧 途中遇到河水阻断 官兵们就用肩膀扛 穿越横直断幕就用双手举 途经狭窄路段时 官兵们就手递手地传递通过 想尽一切办法 争分夺秒 开辟救援通道 经过4个小时的艰难跋涉 11名侦察兵终于走出显南路段 成功与坚硬小队会合 火速向最后的10公里山路发起冲锋 晚上7点 经过13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13岁女孩被重工转移至疏通道路 就近送往医院救治 同样是在北京防山 抢险救援的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 在转移受灾群众的过程中 遇到了两名特殊的被困人员 都是年龄超90岁 行动不便的老奶奶 8月2号晚上 官兵们坐上橡皮艇 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 经过一小时的跋涉 终于找到了被困的老人方奶奶 洪灾发生后 方奶奶所在的流离河镇 金水家园小区被洪水围成了孤岛 她和老伴一直被困在家中 转移途中 方奶奶告诉官兵 楼里还住着一位95岁高龄的孤寡老人 刘奶奶 刘奶奶听力不太好 她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 担心搬出去再也搬不回来 情急之下 官兵找来方奶奶 经过一番劝说 刘奶奶才答应跟随官兵转移 在官兵的安抚下 刘奶奶情绪终于稳定了下来 经过十多分钟的航行 老人们被成功转移送往安置地 8月3号上午10点 正在河北桌州执行救援任务的 武警河北总队机动支队官兵 接到某小区物业人员的求救信息 有一名孕妇及其家人被困在小区内 目前已经失联三天 情况十分紧急 武警官兵迅速呈冲锋舟 深入灾区进行救援 在小区物业人员的指引下 官兵们呈冲锋舟 向孕妇所在小区开进 由于水身浪急 而且水下状况不明 官兵手持铁锹 不时挑动水中的大型漂浮物 避免发生碰撞 引起冲锋舟侧翻 二十多分钟后 终于抵达小区门口 可是问题来了 小区的大门在水流的作用下 处于半开状态 冲锋舟根本进不去 最终官兵们用冲锋舟撞开了大门 挤进了小区 在水深足有三米的情况下 尽量稳定住冲锋舟 爬上二楼的护栏 进入居民楼内搜寻孕妇 在物业的引领下 官兵在十四楼 发现了孕妇和她的家人 为了保证孕妇的安全转移 楼上的官兵 小心搀扶孕妇翻过栏杆 冲锋舟上的官兵 则搭成人梯 用自己的肩膀 拖住孕妇的双脚 稳稳地把它转移到冲锋舟上 有 else 踩石了 你择手 有人把手 都踩了 踩一下 打开香 踩,踩 没事 没事 踩一下 Volvo 收拾 收拾 擦擦做 三首 我是在想着了 所以就可怕了 反正你们来了就差去了 经历了近两个小时的救援 武警河北总队机动支队官兵 成功将孕妇和他的家属转移上岸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 北京防山区受灾严重 今天中部战区陆军第81集团军 卯陆航旅四架运输直升机 飞往防山地区 开展物资投运和人员转运任务 来看总台记者许孟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今天上午 记者搭乘的运输直升机从陆航机场起飞后 经过约30分钟的飞行 在防山区海军某机场降落 装上物资后再次起飞 本次执行防山地区救援任务的直升机 直接采用激将地面分发卸载物资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地降落在了防山区的 南轿枪挡皮肤中心 现在官员们正在进行卸载 把我们的饮用水食品 包括一台通信设备 交给当地的干部群众 帮助他们尽快地与外界恢复通讯 目前第一批运输任务的首个架次 800公斤物资已经完成运送 并返回机场再次装载物资 直升机上除了饮用水 火腿肠 饼干 还有目前当地急需的药品 卫星电话 以及一些必要的应急照明物资 据统计 飞往防山地区的四架运输直升机 首批运送物资总计将超过三吨 同时 防山区已经协调了大量可支援灾区的物资 择机继续向防山地区输送更多物资 此外 由于天气原因 飞赴门头沟地区的三架直升机 目前仍在待命状态 择机出发 受到沿线严重水害的影响 内蒙古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的快396次旅客列车 受困在了北京门头沟地区 今天凌晨2点 第一批328名受困乘客 在武警官兵的护送下开始有序地转移 并于6点成功转移到了协和舰站 目前所有乘客已经乘坐接驳列车 平安地到达北京丰台站 8月1号 由武警北京总队40名突击队员组成的先头救援力量 经过4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徒步12公里 于17时50分许 挺进快396次列车受困的落坡岭站 给受困的乘客和周边村民 发放食品 衣物 药品等物资 22时50分许 500名武警战士携带救援物品陆续到达增援 官兵们第一时间了解受困群众情况 并将食物 衣物 药物等物资分配给受困群众 8月2号凌晨1点45分 第一批328名旅客开始沿铁路线向山下转移 于佛小前抵达协和建车站 乘坐接驳旅客列车到达北京丰台站 其余乘客也将在今天白天陆续脱困 特别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的到来是我们感到特别安心 特别有安全感 然后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真的就是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 就是感觉没有一个主心 不知道该怎么办 据了解 武警北京总队将持续增援救援力量 前往受困地区 运送物资的同时 护送乘客平安转移 昨天北京门头沟区落泊岭社区的180多名居民 被安全转移至门头沟区军装镇安置点 随着国道109门头沟段的全线打通 从8月3号晚间起 门头沟区协调部队 消防 医疗等相关救援力量 陆续把沿线27个村和社区的深山被困群众向外转移 落泊岭就是其中最早一批向外转移的社区 早上五点半 记者跟随门头沟区组织的救援力量 向落泊岭开进 通往这里的国道109虽然已经全线抢通 但一路上仍然会有多处积水和塌方路段 经过了多次受阻等待和尝试之后 救援人员终于来到了落泊岭 那我们从今天早上五点多出发以后 经过了四五个小时 现在已经是十点钟左右了 我们终于来到了落泊岭村 现在这批正在转移 转运的这些群众呢 是上午落泊岭村已经转移的最后一批群众了 那么门头沟当地政府联合武警部队 消防 公安和医疗 来紧急的将这些村民进行一个转移 落泊岭的房子大多建于上世纪60年代 经过长时间的降雨 房屋的结构已经不再牢固 随时会有垮塌的危险 这身份太大了 我们人我也60了 我都没赶上过 所以说这个接到通知了 以后能走就走 对对对 能走 你老母亲岁数更不小 这是我父亲 这就是他老爷子 对对对 这是我父亲 90 他们90我母亲86 明白了 这问题是老人岁数大了 你挪也不方便 对 是不方便 可是您说了 咱们在这儿没水没电 是吧 咱说这老人都没 像我在这儿照顾都没有 没水没电 我五米直吹啊 对不对 我说那咱们先去 而在此次暴雨中 由于断路 断电 断信号 社区里一位长期需要吸氧的 87岁老人急需转运 一直没电 靠我们干部的电动车 225的电给他的吸氧机制氧 后来电动车没电了 用燃油发电机 由我们的同志从底下往上背汽油 这个老同志在这么着也够呛 也不讨坚持 所以今天也是 就趁这个机会都转走 我们也踏实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吧 对 没有不舒服吧 没有 这个当时断电的时候 这个氧气都没断是吧 没断 一直不可舒服的 早上接到命令之后啊 总共从工兵82旅是协调了八辆车 分为三个批次 第一批次来了三辆 第二批次两辆 第三批次三辆 目前是转运了大概有180多名居民 主要是下一步 我们转运了180人到门城地区 集中的安置点 有一部分人呢 有亲戚来接 投心靠友 其余的人呢 从食宿到医疗都有保障 有住的 有吃的 然后有这个医疗团队 负责服务保障 下一步我们也是在跟电力部门 和相关的部门沟通 即使把路和电通了之后 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 再统一组织人员返回居住 8月4号中午12点 落魄岭村的180多名居民 全部转运完毕 其余村庄被困村民的转运工作 仍在进行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